的确我们要对天地之间多一份的虔诚和疼惜 因为呢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天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最近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正值雨季 一波波大雨引发了洪水土石流 受灾的家庭已经超过五万户 带着大水没冲走的家当 玻利维亚地势最低洼的贝尼省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连续几个星期的大雨 首府特利尼达市已成水乡泽国 为了勘察水患灾情 玻利维亚慈基志工从圣塔克鲁兹市 开车前往五百多公里远的特利尼达市 放缘所及街道已成河流 房子 交通工具全被大水淹没 连牲畜也无一幸免 每年一二月本是玻利维亚收成的季节 然而今年农民只能望水兴探 一年辛劳的耕作也随着洪水复制东流 撤离家园的灾民 目前暂时栖身在临时帐篷区 或每被洪涝侵袭的高处地区 慈基志工初步将先掌握 受在家庭灵测之后再针对赞民需求 进行物资发放及关怀 大爱新闻这下美之工玻利维亚报道